各位, 上次慕容幅, 鮑不同斷雨地, 行有一座山谷 忽然, 噓声, 一支绿色火箭射上天空, 接着噗声, 炸开了, 拍到半边天空都逼绿色 凤波恶就说, 公子呀, 一不做, 二不休, 我们不如, 和这帮妖魔鬼怪斗过再说呢 慕容幅就点头, 我们让人一步, 想着识事宁人, 人家不识做, 我们也不用给他面子呢 一行人, 反而神神声跑去绿火那边 慕容幅就怕黄雨淹受惊吃亏, 特地放慢俱乐部陪着他身边 断义亦不执书, 紧紧跟着美 只听见鲍匹铜和风波恶两声呼喝, 就已经和前边人动了手 绿火微光之中, 有三条黑影飞起, 啪啪啪, 三声就撞到山壁道 断鼓, 是否被鲍匹铜收了米宝, 死值呢 慕容幅就走到绿灯的下边 见邓百川和龚野铅, 站在一只青铜大顶旁边, 面色形肿 铜顶边, 有个老白坍在, 顶里头就有一道烟气上升, 势如一线 黄玉燕就马上说, 哦, 是川西碧铃洞, 桑土宫一派 邓百川丫头说, 嗯, 姑娘果然冤博 包不同又轮转新闻, 黄姑娘, 你怎么知道的 这种消狼烟报信方法, 几千年前就有了 未必就得穿西碧铃洞 他还没说完 龚野铅就指着铜顶一只脚 试他看看 包不同护身 打火照着看看 见顶脚上就住着一个桑子 是几条小蛇吾躬盆成这样的形状 顶是生满铜绿 看样子就很耐世秋下 慕容福这时候的心就想了 这里来川西很远 难道都算是桑土宫一派的地界 他们都知道 川西碧铃洞桑土宫一派都是苗人遥人 善于乐独 江湖人士对他们都很避忌 好在他们那些人与世无争 只要你不闯入川西遥山地界 他们也不会轻易侵犯人 慕容福想了一下 叫大家还是离开这些是非之地好过了 临走的时候 见到摊在铜顶边的老伯 已经气息奄奄 但是 还瞪大眼 烙爆爆地看着各人 看来 仙头发话过来 辽氏斗飞的就是这个东西 慕容福对鲍铃铃打个眼色 嘴角瞄一下那个东西 鲍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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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 这叫做杀人灭口以免后患 说完飞起右脚就踢低童顶 慕容福拖着黄语烟就照着沿路走开 走出十多丈远 黑暗中吹吹两声禁人砍风 一刀一剑从草林中砍出来 慕容福三就一发借力打力 左边的人一刀就砍在右边的人的头壳 右边的人一剑就刺入左边的人的胸口 一砍眼就搞定了两个 脚步没有停 公野锦见到就忍不住说出口 公子真是好功夫 慕容福微微笑下继续向前走 右掌一挥 迎面冲过来一个敌人趴下滚去山坡 左掌接着打出 左前方一个敌人 一声 口喷鲜血 黑暗之中 突然闻到一股声臭的气味 接着一声 慕容福马上洗出击胸掌 将这两件来力不明的暗气反击出去 接着听见 啊! 对方又有一个人中了自己所发的暗气 黑暗之中 看来他们突然陷入了重围 也不知道敌人究竟有多少 只是顺手地杀了几个人 杀到第六个 慕容福暗暗心惊 起初三个 多数是川西桑土工一派 后来这三个 他们的武功明显属于另外一派 不! 冤架越结越多 不是几妥了 就在这阵子 从左边高波上有声音飘过来 何方高人 来万仙大会捣乱 将三十六栋栋主 七十二栋栋主都不放在眼内 咦! 什么三十六栋栋主 七十二栋栋主的名头 慕容福地以前都曾经听过 所谓栋主倒主 不过是一批不属任何门派帮会的旁门左道人士 这些人武功有高有低 人品有善有恶 人人独来独往都各行其事 互相不通声气 亦成不了什么气候 在江湖上向来不多受重视 只是知道他们有些分散在东海黄海中的海岛上 有些在昆仑奇连深山中隐居 近年来消声匿迹 毫无作为 根本没有人留意他们 想不到 竟然会在这座山出现 慕容福这阵时就大声说了 在下朋友七人 留夜赶路 不知众位在这里相聚 无意中多有无凡 仅此借过 黑暗之中事出误会 双方一笑过去 请各位借路借路 他这几句话 不卑不亢 又不吐露身份来历 对误杀对方几个人的事 亦赔罪了 突然之间 在他们四边四边 哈哈 哼哼哼笑声大作 越笑人数越多 初时不过十多人笑 到后来四面八方都是人声 听声个个都大笑 听声起码有五六百人 有些就在左近 有些好像在几里路那么远的地方 慕容福见到对方声势浩大 又想起那些人说什么万仙大会 心想 糟了 今晚倒霉了 塞塞云云撞入人这些旁门 阻道人士的大聚会中 幸好我还未吐露声明 还是走为上策 免得没得收科 并且寡不敌宗 我们几个人又怎么对付这几百人呢 这阵时 众人红笑声钟 告播上的人就说 你这个人下巴轻轻 出手伤了我们几个兄弟 但是 如果就这样放你们走 三十六栋 和七十二岛还有面 慕容福 影真四围望下 只见前后左右的山坡 山峰山咬山脊各个地方 摄下摄下都是人影 客面看不清他们各人的身形面貌 哈 这人本来都不知缩在哪里 突然之间 好像从地底一下涌出来 慕容福和邓百川地生平经历过无数大阵大仗 见到这样的阵势 都不如得无管眼洞得起 哼 这人古古怪怪 如果只有十个八个 就不怕他 至今几百人聚在一起 那就吵架了 慕容福就立刻弃形丹田 大声说 俗语说 不知者不罪 三十六栋栋主 七十二栋栋栋主的大名 在下亦数有所闻 却不敢专专得罪 穿西逼轮栋桑 桑桃公 撞边炎龙栋元王子 北海元明栋栋主 蒋达夫先生 我想都在此 在下无意冒犯 上请书嘴 右边有把很粗的声就说了 哈哈哈哈 你不断 提一下我们的名字 就想送人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慕容福就有点火了 在下敬众各位是长辈 先礼后兵 难道我慕容福 怕了你们吗 只听见四围很多人 哈 那一声 显然是听到慕容福的名字 那把粗声就说了 是其人之道 幻至其人之身的 孤苏慕容是呀 不敢 正是区区在下 孤苏慕容是 不是泛泛之辈 着灯 着灯 大家见见面 那人这么说 突然间 东南角度就升起一盏黄灯 接着西北边 各有红灯升起 杀时期之间 十十十十十十 四面八方都有灯火升起 有些是灯笼 有些是火把 有些是孔明灯 有些是松明柴草 总而知 国家洞主、島主所带来的灯火 不同的 有些是粗鞋简陋 有些是造工精细 先头都不知道 都藏在哪里 那些灯火忽明忽暗 入入 入 入 入影影着各人的面上 好古怪 那些人有男有女 有靚有丑 既有和尚也有道士 有些是大奏飘飘 有些是宅衣短打 有些是长骚飞舞的老伯 有些是云计高耸的女仔 服飞多数奇形怪状 和中土人士差很远 大半人拿着兵器 那些兵器都形相古怪 说不出名目 这阵时 慕容福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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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了万先大会 还想打横你 你号称以奇人之道 还自奇人之身 我想来问你 你要以我之道 还自我之身 是怎样还法呢 所谓文无第一 无无第二 虽然江湖上 南慕容北侨峰 传得很开 但是以听为虚眼见为实 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这帮栋主 都各有独到本领 当时有几个不睡的 就和慕容北比武 结果都被慕容北打败 就输得厚服心访 慕容北见到这批人 有不少能人高手 他想 如果能够利用 对自己恢复燕国来说 是一只精锐之士 当时就想收买人心 问他们因什么事 开万仙大会 还说如果有用得着我慕容福的时候 我一定会出力地说 后来 主持这个大会的栋主乌鲁大 就说了他们来聚集的目的 原来这三十六栋栋主 七十二岛堵主 他们有些居住在荒山 有些是红打海岛 看起来似乎很自由自在 逍遥快活 其实不是 他们都被一个天生同老的女人约束住 说得难听一点 都是天生同老的奴隶 每一年之中 天生同老就会派人去找他们一两次 每一次都要骂到他们九血临头 或者打到半生死 这些洞主堵主讲才是开心的 如果上头对谁好相遇一点 唉 谁就要大祸临头 整年都会很辛苦 为什么呢 原来这帮洞主堵主 都被天生同老打了生死扶入身体里头 每年都要同老施舍解药才不发作 那年没有解药给 哎 整年就会周身骨痛 痛到死去活来 很多人就抵受不住那种痛法 而自尋短见的 天生同老的脾气是很古怪 他骂你打你 就是表示对你好 越骂得厉害 越打得厉害 就是好了 相反 对你越好相遇 就越生气了 所以这帮洞主堵主 就个个都没走机 被童老痛骂毒打过 如果不是这样 就没命活到今天了 在今年的三月初三 刚好到乌鲁大 安动主的九个就轮值供奉 他们采办了珍珠宝贝 凌罗酬断 山珍海味 烟枝花粉等等 等缺时启茂几十样东西 就送上天生飘渺宫同老道了 但是有几样东西 乌鲁大地就避不齐 好像什么三百年海龟的龟蛋 五尺长的鹿角等等 这些稀世真品 不是那么容易收集得齐 死了 乌鲁大地想着这次死定了 被罚得有那么重得那么重 谁知道上缴了那些物品之后 同老就派人传话 叫乌鲁大地狗的乌龟黄白蛋 拉来飘渺风啦 乌鲁大就好像撞着皇帝大舍 开心到飞起了 即时就落风 事关遲些 实会被同老发现那些物品不够 最够起身就大罪了 哦 乌鲁大地落到飘渺风脚 才敢扯开梦眼的黑暴 啊 看到山峰下有三条尸体 乌鲁大地认出 这些都是武功极高的高人 但是三条尸体的身上 都中了两三大剑伤 咦 乌鲁大地又觉得奇怪了 事关天生同老的名号太大 飘渺风一百几十里之内 就没人敢来搞事 如果杀人呢 同老都要亲自出手 三十六栋七十二的人 知道他这个鬼脾气 于是有时呢 就特意引一两个高手来飘渺风下 等老太婆过下杀人忍 老太婆杀人向来一招就拿人命 从来不用第二招 那现在那三条尸体身上 都不同程度有两三大剑伤 那就证明同老不是一招就拿人命 那一来 就引起乌鲁大地的疑心 难道这三个人不是同老杀的 不过如果不是同老落手 宁宙公同老属下的那些女人 又怎样自己在飘渺风下杀人 抢去同老杀人的乐趣呢 于是乌鲁大地想想想 猜想 咦 围起同老会不会近期有病啊 咦 如果真是病了 那就不如趁他病拿他命 这世人才有机会脱离苦海 这世人 于是乌鲁大地一商量 又要静静上飘渺风 历年来 凡是上飘渺风的人 都被盯着眼 所以就没人见过天山同老的样子是怎样 到底他人有几大岁数 老定乱 高定矮 肥定瘦 没人知道 乌鲁大地摸到上风顶灵袖躬躲 果然是偷听到宫女头的下人讲同老 患了重病 嘩 乌鲁大地开心到死了 回去只要班齐三十六栋七十二岛的朋友 一起攻打灵袖躬 活捉到同老 那便可以逼他解回大家的生死符出来 乌鲁大地正是高兴的时候 在灵袖躬花园中 遇到一个很大粒的小女孩 乌鲁大地怕他叫 一叫 自己这班人就死定了 所以乌鲁大一冲过去 施展全力 使用平生绝技 被虎爪弓就捉住那个小女孩 谁知那小女孩一下子就被捉住了 原来一点武功都不懂 乌鲁大高兴之余 乌鲁大高兴之余 乌鲁大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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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中发出一阵笑声 各人的心现在才会松开一点 紫禁烏鲁大入手 他手下有个人 就得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过来 一放就放在他面前 烏鲁大就解开代口的承索 一扣低代口 在代理头就露出一个人 人人都吓了跳 紫禁烏鲁大 是个小女儿来的 烏鲁大就得意洋洋地说 这粒豆釘 就是乌某人 从虚渺峰上捉下来的 这阵时众人就齐声欢呼 烏鲁大了不起 有些说真是英雄好汉 有些说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群仙 以你烏鲁大为第一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就夹杂着有人哭 咬咬声 原来是那个小女儿两个手掩着臉在那里哭 听见乌鲁大又说了 我们捉到这粒豆釘之后 就怕着担鲁时间 洩漏了风声 就立刻落了飘渺风 后来 就一再盆问这粒豆釘 好可惜 原来它是啞的 起初我们还以为它是炸帝 就想过很多办法来试它 有时候就失惊无神 在它背后大叫一声 看它会不会跳起 试来试去 原来真的是啞的 那众人现在听那个小女儿的哭声 咬咬咬 果然是啞巴的声音 人群中有一个不问 乌鲁大呀 它不会说话 那写字就会了吧 乌鲁大说 都不会 我们又打过 又浸它下水 烧红铁来辣它 不准饭它吃 哎呀 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看来它不是硬颈的 是真的不会了 哈 段宜听到这书就忍不住说了 嘿 用这样的卑鄙手段 来折磨一个小姑娘 你丑不丑的 乌鲁大就说了 哈哈 我们在天生同老手下所受的折磨 叹过了几十倍呀 现在一步还一步 有什么丑呀 你们要报仇 应该去对付天生同老就对了 对付他手下一个小丫鬟 有什么用呀 那当然是有用啦 乌鲁大这阵时就提高把声对大家说了 众位兄弟呀 今天我们齐心合力 反定飘渺风呀 以后有福同享就有和同当 大家 撒血为盟 以图大事 有谁不想做的 噢 原来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堵堵主在这书集合 就是商议造反的大事 那天生同老究竟是什么人来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